今天的东西我们锁定在越南跟柬埔寨 越南部分的台湾或许熟悉一些 而柬埔寨听起来这一两年 在台湾比较出现多的频率 就是投资地产说明会 刚业力补充了一个实际碰到的状况 风险是有的 对 我们就来看一下柬埔寨 它的投资到底有哪些好处 这是他们的官方对外来做一个宣传的说法 包括它是东协的成员国 也是一个枢纽之一 没有什么天灾 这是真的 政局稳定 民主国家 政策不反复 我觉得刚才业力那个例子 已经把这条完全打枪了 这个应该不存在 没有外汇管制 享有31国的关税优惠 这是存在的 以及工资低廉 土地便宜 取得容易 刘会长 这个部分工资低廉 土地便宜 是台商目前在海外设厂 很重要的一个吸引人的因素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然后柬埔寨的土地 现在很多人都去投资 柬埔寨的土地了 因为一方面 它有一个未来性蛮大的 而且这几年的那个 就是投资报酬率都蛮高的 所以很多人去那边投资 很多台商的厂区 那边做厂区的话 然后工资便宜 土地又便宜 那这样设了厂之后 唯一的风险就是 他们政府官员 要不要像刚才业力所讲的 去拿一些回扣 或者他们政策一改变 税 所以今天跟你讲是免税 明年给你抽很多的税 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吗 我觉得每个国家其实差不多 每个国家都差不多 我觉得每个国家这种风险一定有的 那其实我觉得柬埔寨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工人 它的人口数比较少 所以工人的来源可能将来会是 如果大家都进去的时候 工人不足了 对 这个可能就需要稍微做过考虑 有在尽量从偏远乡镇 就是训练人出来 可是我不知道 跟那个劳工技术来讲 就会有些差别 是 泰乡村的话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进去厂多 和能够提供的人力资源 能不能成比例的问题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考虑 我觉得柬埔寨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是有美金计价 然后没有外汇管制 这个在其他东南亚国家 可能就比较 这是绝对的优势了 这是个优势 但也是个隐忧 林主任 因为就是这样的关系 美金计价 又没有太多的管制 没错 就变成很容易金钱 不是很干净的钱 尽力出出 对 就是说除了刚刚说的政策随时会变化 然后那个民主化程度很差 还有这个威权很高 然后就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根据各国的统计 美国自由之家认为 柬埔寨的政治贪污跟腐败 是东协国家里面最严重的 我想基于这些理由 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所以他们的官场文化 或做生意文化 就比较需要像喝酒 私底下一些案盘交易这种状况 对 可能要进出这个总理韩申的家 对 要进出他的家 要不要代理券 你要自己考虑一下 以前我就知道 那个梁蚁大王 曾正龙 跟韩申非常好 事实上我去访问韩申 因为我以前是中国时报 驻东南亚特派员 我曾经访问过韩申跟他太太 但他有很多小三的传闻 但是我就看到不少的商人 进出他家 对 韩申总理的家 这个我自己看到的 所以他们的很多协定 或者是优惠 并不是在经济部团 而是在官邸团就对 有可能 他们刚刚像耶利所讲的 两三个人 三个人就可以有个工会 那对于管理阶层来讲 不是你们每一年就要坐下 跟他们调薪资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调薪资 罢工这种因素 在东南亚国家 就是越南什么 其实都是蛮普遍性的存在 只是大或者小 规模大或者小这样子 之前前几年的时候 越南也是常发生罢工的情况 然后都是由工会这样子 然后其实政府那时候 对这种罢工的那种处理 都比较偏向劳工 可是这几年就会在改三中 它就会比较平衡 就是说如果是对非法的办公 什么 他就会有一些限制这样子 然后会去跟 他会去出面协调 前几年几乎就是之前是 完全是偏向老公这样 现在的肌面长得什么样子 我们画面电影上大家可以随时看一下 也是大炉林立 然后名牌 名车 满街跑的样子吗 对 我想就是很多人对东南亚还是不了解 也觉得东南亚是落后的 你要看东南亚哪些地方 你想新加坡那是很先进的 你想到柬埔寨就不是了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不只是柬埔寨 还有越南都是慢慢的有新建的大楼 越来越繁华 所以不要有过去那种观念 觉得东南亚国家是很落后 其实在台湾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对外籍配偶有歧视 是对东南亚有很多错误的印象 事实上 其实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国际化的 像很多的外国人在胡志明市 像是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资 外国的投资到柬埔寨到金边或者其他的地方 像五哥窟有很多的外资进去 或者是要保护当地的传统的文化跟古迹 外国的势力 我们可以看到投资也好 或者帮助文化的古迹的维护 都是越来越多 有利就有利 因为当地基本上就是没有完全的开放 就是有机会 美金计价没有外汇管制 危机就是转制 但是就是有一些按盘交易 你必须要去忍受 或者你要不要去承担那样的风险 照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不只大企业 小型的个体户也是有机会的 对 其实因为这个柬埔寨 毕竟它过去基起低 那它的一个经济成长力道 我想这几年吸引非常多 不管是台商或者是个体户都前进 我也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几年很多台湾人去柬埔寨投资房地产 但是有一些纠纷存在 可是因此也衍生蛮多的一个商机 那我认识的一个钥匙 他还蛮常上电视节目的 就是一些谈话性节目 然后去年就常常问我一些 柬埔寨的一些经济的一个状况 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想干嘛 后来他真的在柬埔寨 成立了一个租屋网 我才知道说 哇 他已经跨界 已经多元到这种地方 钥匙去做租屋网 对 那我就很好奇说 你怎么会搞一个租屋网 而且那规模还不小 当然他是找当地人去合资 一起成立这样的一个租屋网 他就说因为很简单 你们那么多人 那么多台湾人来柬埔寨买房地产 那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些 后续的贷款 贷租的问题 那我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起码你会有这样的一个 贷租贷款 还有这个相关周边服务的一些需求 他没有成本 对 他其实只要建设网路 然后后面的成本坦白说 他的开销业不是太大 他收了租金在做管理物馆 扣佣金 对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其实是有一些商机存在的 只是说对台湾的个体户来说 你要怎么样去秀到那个商机 还有你要怎么样更弹性 更有管理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我补充一下 刚刚两位专家提到 就是说 因为其实柬埔寨的工会 算是蛮强势的 我去年听到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穴家中小型的一个企业在柬埔寨 那因为就是有员工反映说 为什么我们的年终奖金这么少 他就因此帮员工 就是年终奖金部分也往上加了一些 哇 天哪 顿时之间整个金边的 他们附近的公司工厂都知道说 原来是可以去跟这个老板讨论 然后老板立刻帮你往上加 就顿时之间 他周围所有附近的公司工厂 他们年终奖金都因此往上加了 破坏行情了 对 所以其实对这个管理者来说 他多多少少还是会感受到 坚弗在当地的工会实在是 势力太庞大 也因此增加了他们一笔的一个管销费用 这也是我觉得不管是台商也好 或者是各地部的过去 三年之间的东西